而这位呢就是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 他今天呢到澎湖殡仪馆向罹难者上香 罹难者家属呢决定要组自就会 希望参与调查 更向复兴航空喊话呢 不要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罹难机长 而就在哭到几乎混绝的家属面前 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下跪道歉 不要再道歉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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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悲痛的林难者家属前 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 胆息下跪眼眶泛红不断道歉 我叫你 你叫你走出來 我叫你 沒有人也說是兵的 叫我帶去七點 就用打開發電機 我一隻丹到三個 一隻丹到二隻丹到 我叫我回頭 你弄得處理 事情都沒得處理 不然 負先航空董事長雷明生 除了盜竊 也表示會盡最大努力 負起善後責任 希望兩天內 能將零彈者遺體 全部運回台灣 有調了一架 C-130的軍用機 來幫我們處理 這些相關的事 但是我也希望 大家能夠了解 這件事情 真的不是一個 很簡單的事情 我們已經盡我們全力 能夠重全省 因為海上也不是很好 然後在很多方面 我們都一直盡力 應該是在這兩天 應該會把這些 全部的事情 都給處理完畢 但零彈者家屬不滿 空難發生到現在 復興航空的承諾 一再跳票 安置零難者遺體的兵櫃 延遲好幾次才送到 解決了零難者遺體安居問題 家屬直接當面向民航局長 神起嗆民訴求 零難者家屬組成自救會 要參與調查過程 這起澎湖空難帶走48條人命 零難者家屬崩潰痛哭 更要知道事罰原因 雨點TV有償話李宗憲 澎湖報導